Hello大家好我是影子 今天呢我要听的是 Junggu他在26号吧 26号在推特上cover的那个 Rail Kim的那是分手就好的一个预告 啊 果子好久没有cover歌了 然后我现在要听我就好激动 然后现在就来听一下吧 啊 激动激动 3 2 1 我没有听过原版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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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res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梁野野辰 醇 heh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 听完这首歌想说的是 感觉果子 果子的声音 那个气声 还有它那个非常 那哀伤的声音 就能够传递给我们 可能这是一首 看个面也知道是一首很哀伤的歌 听过果子 cover其他的歌 但好像没有一首跟这首歌 相似的感觉 这首歌更平缓 然后 现在预告来说也没有很高的音 所以感觉是很淡淡的那种感觉 我知道这首歌是 南俊说要果子cover 那首歌 光听预告就很好听 然后我很迫不及待的想 想听完整版 然后很想听完整版 说Coming Soon 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马上就要开学了 但是呢 感觉这首歌cover出来 不管是在网易云上 还是说在Q音乐上 肯定有很多人都会去看 会去听 但是现在这个版全是在QQ音乐上 然后就是原版Royal Kim的版本 是在Q音乐上 只有一个希望吧 就是希望我们阿民们 在去听原版这首歌的时候 不要在下面频繁的刷 什么表白中故 什么什么的 当然啦 我们都会很喜欢果子 但是这样的行为可能会更 让其他人感觉 可能他们会感觉 有一些不尊重原唱 所以呢 我们的阿民还是要 听话一点的 然后今天呢 这个reaction就做到这里了 我很期待果子的完整版 然后我们就一起等